每一張S都是蔡英文 每一張K都是蘇貞昌 他幾張四張K 印上蘇貞昌頭上 說過的話一句句印在撲克牌上 國民黨萊豬撲克牌 將蔡政府說過的字字句句全寫上 當上鬼牌更直接再讓蔡總統當 但現在國民黨更氣的是 政院對萊豬進口給出的五大措施 大批根本又是騙局無償 好像要告訴全台灣的民眾說 安娜有這五個原則 大家都不會吃到萊豬 天大的謊言 已經進口的肉品廠商不用查 這個就是在欺騙人民 出得好聽一定要赴美查廠 但細看措施卻只查新廠 國民黨揪出目前就有的 九國五十三家肉廠 難道未來就直接進口不用查 而先生貨號將進口豬肉 從二十二種貨號增為六十七種 卻只是將部位分更細 羽目混豬必重就輕 敷衍了事 它不是真定萊劑的貨號 而是真定肉品的貨號 嚴格查廠就是說 這個也恐怕會有能力不足 這個問題 是源頭管制行線追蹤終端檢驗 我想行政院跟衛生署 衛福部一定會把這個部分守好 今晚立委忙打原廠護航 但對政院把關五措施 不滿了可不止國民黨 台北市長柯文哲更直接開栓 代表市的目標就是說要吃人吃 不吃人不吃 它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權利 問題就是說 目前行政的這一些做法 能不能達到這個目標 好像不行嘛 到底是五大措施 還是五大騙局 面對萊豬爭議持續延燒 就怕未闖關 蔡政府表面推出的措施 最後又淪為口號治國騙局 記者蠶宣李宣 SG小組台北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